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一项新的全国免疫调查中 以11个百分点领先于总统特朗普 这是由于拜登在郊区的13个百分点领先优势 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的关键人群中较低的支持水平 最新的USC多恩西费政治未来中心调查发现 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为52% 特朗普则为41% 未决定比例为7% 在郊区的选民中 拜登以53比40领先 特朗普和拜登在白人郊区的选民中并列 2016年 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在郊区打成平手 特朗普轻松地赢得了白人郊区选民的青睐 2018年 郊区选民转向民主党 帮助该党在众议院赢得了多数席位 多恩西费中心主任是鲁姆说 显然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们不知道正在进行的种族冲突的影响和未来的走向 以及两位提名人对此的反应 但很明显 特朗普与2016年以两位数优势赢得男性选民之后 拜登在男性选民中以49比45领先 拜登在老年人中以6个百分点领先 这与特朗普2017年的7分优势相反 特朗普和拜登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中支持率相当 这一人群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的赢得了威斯康辛州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在白人选民中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为9分 约占2016年他对克林顿优势了一半 特朗普在农村农业地区60比34领先于拜登 比2016年3比1领先于克林顿的优势所小 USC民意调查联合主任莫菲表示 随着选举日的灵际 竞争可能会趋紧 但是拜登仍然处于强势的地位 特朗普在他需要的群体中表现不佳 尤其是郊区选民 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改变这一点 另外根据周二公布的另一项 Morning Consult民意调查 拜登在潜在选民中获得了51%的支持率 而特朗普则为43% 调查显示 拜登目前在女性中领先12分 在郊区选民中领先11分 51%的选民对拜登持积极的态度 比两次大会前增加了三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 55%的人对特朗普持负面的看法 而43%的人则持正面的看法 调查指出 与四年前希拉里·克林顿相比 拜登的民调继续保持稳定 在2016年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他仅以三分领先于特朗普